在這個地球上,我想我們澳洲最出名的除了在袋鼠之外,還是我們的稅務制度 因為我們的稅務制度比其他國家又複雜又收得高 所以我們在今集影片中,就會將我們的稅務制度由零到一去逐一解構 包括稅務年度、稅收標準、稅收優惠、申報方式這四個方面深入探究 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澳洲複雜又有趣的稅務制度 同時希望今集影片可以幫助計劃移居澳洲或投資澳洲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澳洲Ellison老師 我是頻道關於澳洲生活、澳洲理財和澳洲房產的 我在澳洲極少數的地產代理,同時持有會計師和律師的專業資格 我和團隊的目標是為你打造高回報和合法省稅的投資組合,全方位保援你的資產 我亦都是澳洲買樓打造財務自由的作者 以下的內容純粹是我個人意見有分享,並不構成任何投資的建議 如果大家想收到第一手房產資訊的話,記得追蹤我IG還有Facebook 以及去我的網站investwithalison.com那裏,訂閱我們的Newsletter 首先我們講一講稅務年度 澳洲的稅務年度亦都被稱作為財政年度 澳洲政府設定每年7月1日到翌年6月30日為一個週期 這個週期用來計算個人和企業的稅務情況 舉例,你在去年10月份開始工作 到今年6月30日為止,這段時間你所有收入都要繳交稅 這就是你本年度的所有稅務 講完財政年度後,我們只要知道付多少稅 我們就會有一個稅收的標準 澳洲是一個非常高稅的國家 澳洲來說,我們的稅收制度是全球徵稅的原則 澳洲稅務居民和非稅務居民會有不同的稅收標準 首先講一講稅務居民 如果你的收入低於18,200萬澳資的話,你是一元稅也不用交的 好,假設你全年賺錢是18,201至45,000元 你突出了18,200澳資這個部分 我們就要跌到稅務階梯的第二個階梯 就是你比起18,200元這個免稅額 多了的部分,全部都要交稅 即是你收入越高,你的稅階就會越高 值得提的一件事,如果你是澳洲稅務居民 你的收入是在澳洲境內或境外都要申報 因為我們行的是全球徵稅原則 即是澳洲境內和境外的人工 投資收益、房地產收益 例如投資澳洲樓的收益等等 全部都要納稅 對於非澳洲稅務居民來說 我們的財政年度起徵點是32.5% 即是說就算你賺了100元 雖然這個100元是少於我們的免稅額 18,200元 但因為我們是沒有免稅額的關係 我們都是要給32.5%政府的 聽起來好像很多 但其實有個好消息 如果你是非澳洲稅務居民來說 跟我們澳洲稅務居民是很不同的 因為你只需要申報澳洲境內的收入 如果你在海外工作的話 這個收入是不需要交稅的 那好吧 聽到這裡 那我們有怎樣判斷自己是稅務居民 還是非稅務居民呢? 根據我們澳洲的說法 對於個人而言 在澳洲被視為稅務居民的主要原則 是這個人在澳洲的居住狀態 包括居住的時間長短和居住的意圖 另外如果一個人在澳洲有長期的工作 或者家庭聯繫 都可能會被視為稅務居民 所以你在澳洲即時 你經常得學生簽證 工作簽證 你亦不是PR 不是citizen 你都可以是澳洲的稅務居民 但如果你即時是澳洲的citizen也好 但你不是經常在澳洲居住 你都不會符合居民的要求 至於ATO有四個測試 來確定立稅人 符不符合澳洲稅務居民的標準 包括居民測試 住所測試 183日的測試 和聯邦退休金的測試 第一個測試 就是居民測試resize test 就是考慮到個人相對應的 立稅年度的定居情況 包括澳洲的定居意圖 來澳洲的目的和頻率 和在澳洲的商業還有僱傭關係 澳洲有沒有擁有房產 或者澳洲的其他資產 和家庭和社會的關係等等 第二個測試 就是住所測試 Dormissile Test 根據個人的永久居所 來決定你是不是澳洲的稅務居民 如果你那層樓是一層自住的樓 你就會有機會被視為稅務居民 第三個測試 就是183日的測試 這一個就是在澳洲停留的個人 以評定是否符合稅務要求 一個財政年度來說 如果你在澳洲停满了183日 不論你是否連續或是否間斷 就符合條件 除非你個人常住的居所 不是澳洲 也不打算定居澳洲 第四個就是聯邦退休金測試 The Commonwealth Superannuation Tax 適用於海外工作的聯邦政府員工 或是CSS或是PSS的成員 一般普羅大眾都是不關事的 好了 講到澳洲的稅務扣稅 雖然我們澳洲是有一個比較高的收入精準標準 但我們都是可以申請稅務扣稅 減免一部分的稅收 在澳洲 納稅人可以根據澳洲稅法規定 有權對取得收入相關的特定費用 進行扣稅 如果你是在那個項目拿到收入的話 就可以扣除費用 可以扣除費用的例子 下面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業務成本 這個對於自僱人士 或是專門從事盈利活動的個人意義 他們可以扣除和你營業業務相關的成本和開支 例如辦公室租金、設備扣子、員工工資、行政費等等 這些費用必須直接和業務營運相關的合理開支 第二個可以扣除的費用就是工作相關的費用 對於從事特定職業的個人 他們可以扣除和工作相關的費用 包括但不限於專業培訓、工作用具、專業會費、出差費等等 這些費用都可以成為工作之中的合理支出 來扣稅 第三就是投資成本 納稅人可以扣除投資相關的成本和開支 例如股票基金的交易費用、投資股民費、利息支出等等 這些費用都是跟納稅人的投資活動相關的合理開支 第四個可以扣除的費用就是教育的費用 某些情況來說 納稅人可以扣除和教育相關的費用 例如學費、教科書費、專業培訓費等等 通常的情況下這些費用都會跟納稅人的現有職業或行業直接相關 那費用扣除的項目就為納稅人提供了一定的澳洲稅收優惠 亦都可以令我們可以合理地減低我們要付的稅 我們補這些費用的時候 我們要確保這些費用都可以合法、合理地令你收入 所以可以拿來扣稅的 所以在補稅的時候 我們只要好好保存這些收據和紀錄 提交稅務減免的時候 可能你只要給accountant去看看這些證明 值得注意的是 有很多會計師都會跟你說有很多東西可以扣下去 又或者是開間公司就什麼都扣到 又或者是很多東西都可以扣 但是你要注意這些是不是在我們合法扣稅的清單那裏 如果不是的話 有一天稅務局去查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會被罰款的了 好了,最後我們就說一說在澳洲怎樣補稅 澳洲稅務的申報期限 就是每年的7月1日到10月31日之間 在澳洲稅務局規定所有的納稅人 都要在這個時期完成它的稅務申報 延遲提交稅務申報 可能會導致不必須的稅務罰款 還有法律後果 所以我們應該要盡早在這個申報期 完成澳洲的稅務申報 完成了稅務申報之後 我們要根據每個不同的納稅情況 只要進行補稅或者退稅 補稅的意思就是 如果納稅人在申報稅行的時候發現 原來你應該要交稅項 是大過你本身已經交了的稅項 就要付餐額 只有退稅的部分 退稅部分就相反的 退稅部分就是 如果你報完那年的稅之後 你發現原來你應該要付的納稅額 是少過你已經付了稅 稅務局就會很高速退回這些稅給你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退稅 納稅人是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你去拿回這個退稅的 包括就是支票 你收完支票之後 就要傳入銀行 或者就是直接轉到你的銀行戶口 又或者是可以用credit card去付錢 又或者你是可以prepay的 即是如果你如是 你今年可能要交3萬澳洲的稅 這樣才算 你現在有錢 怕之後忘記了的話 你也可以prepay 等之後抵消未來的稅項 我們今集就講到這裡 希望今集對大家有用 沒有滿親大家 如果大家對投資有興趣或者疑問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互動 如果大家想預約我一對一的諮詢的話 歡迎WhatsApp或者Email我 或者是可以去我的網站 Investwithalison.com 預約一個時間跟我對話 好多謝大家的時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觀看 學會 好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